請妳幫我這樣做 告訴大家我現在要做的這個呢 是 那妳今天要用的是 菇類 菇類 那我最主要呢 是要有一個湯底 然後這個是高湯 就一般的高湯 然後1比1跟水 一起獲成這樣的高湯 但是其實呢 如果大家覺得高湯 有點麻煩的話 我自己有個小屁股啦 就是我平常呢 會去那個便利商店 那便利商店 我就會去買一個關東煮 然後 妳用關東煮的湯 給人家一點 拿來煮 可笑是買一個杏鮑菇 然後那個湯就把它裝滿 放一大碗 對 裝回家 那因為那個湯原本 有一點點鹹嘛 然後就是 也是要加一點水 然後抹起來 其實也很容易 一開始我要先把這個 所有的這個菇類 有沒有看到這個菇類 菇類其實非常非常的棒 因為它們就是富含多糖提拉 沒錯 所以就是可以增強我們的免疫力 很好 這邊三種菇類 對 但是這杏鮑菇有點大 所以我就是要把它切掉 但是其實我不會切太小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如果它切厚厚的話 它其實有一個口感在 還不錯 宇妮看了 對啊 你要滾刀好嗎 要滾刀好嗎 我來... 我可以現鮮嗎 不是... 刀外力是... 刀子要滾 這樣子啦 我想吃筷狀的 妳來... 妳來... 我不會要不要切完那個 到底這樣倒是... 對啦 不規則 對 這有一點難喔 金針菇是先不要 不是嗎 就它怎麼來怎麼去好了 金針菇直接下了吧 既然都已經在練習 滾到了 金針也練下好了 不要切對半 切對半 金針菇不是都直接丟的嗎 那你怎麼夾起來是 對啊 我要停這邊 還是停這邊 因為我就... 對不起 這是你的差耶 對... 對 你要... 你要照著你的感覺走 因為有小孩真的是 有時候他太常講 然後會卡在喉嚨 所以你現在意思是 這裡沒有小孩好了 沒關係 妳這邊 來... 那有老人的話也是一樣 老人 對 好 再來一個 再來這個 小鎮菇 都是菇耶 這叫 好 好的 現在是很多的多醣體在裡面 這樣就飽啦 其實如果 如果你的菇願意多吃的話 什麼珊瑚菇啦 各種菇 你是不是 對 它總得可以多一點 那量不要這麼多是OK的 對啊 因為我們今天人比較多 大家都要吃喔 一定要吃喔 一定... 但妳要煮好一點喔 好 然後我現在要介紹 我的第一個秘密 秘密 來了 秘密武器 就是這個 青菜 這個青菜不是一般的青菜 因為我個人喜好 就是喜歡吃黃工菜 有點黏黏的感覺 而且它滑滑的呢 我就當作 它也有很多的膠原蛋白 當作 我基本上 對 少女的幻想 應該是不會這樣吧 它反正一定會有它的纖維啊 你們這個年紀吃什麼都好啦 到我們這個年紀你不要看 吃豬腳也沒有 你不是說你老公才三十幾年 你應該也很年輕嘛 對 好 這樣再煮一煮 就等到我們青菜差不多的時候 就快完成了是不是 快完成了 但是我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還有啊 還有啊 換你拚喔 我拚了 我真的是美美QQ 端端端鍋耶 是... 再來一個是什麼 我的秘密武器就是 來 好 這是什麼啊 這個是 魚皮 魚皮喔 增加它的這個膠原蛋白 對 所以 讓它煮 這整個等一下煮好了之後呢 就會讓你QQ 美美又端端喔 魚皮在煮之前是 有沒有要做什麼處理啊 就煮久一點 他們這麼多吃魚皮 什麼不了解 沒有處理 一般其實就像他說的 慢坡魚皮 其實你回去只要抽一下 然後你煮這個時候 就是快一點就是 燙過 就燙過就好了 魚皮這樣燙一下就可以了 對...它其實不用煮很久 那這樣子我覺得你的順序上 應該是魚皮先放 青菜其實熟得很快 是不是這樣 沒錯 順序上 其實青菜不需要久煮嘛 對啊 而且這樣才對膠原蛋白有幫忙 沒錯 好的 現在已經好了 現在大概差不多了 我們只要觀察魚皮差不多了 其實這一鍋也就差不多了 對 你的調味就是在高湯的時候 就已經熟了 對 有時候那個高湯 其實你可以自己選 高湯應該有鹹味 對啊 有鹹味 然後有時候我會也是去 加一些比如說 泡菜鍋的那個湯底 加泡菜 對不對 有一點 好 魚皮差不多了 可以起鍋了吧 好 可以了 可以...